同样作为反派 残暴与沈王爷究竟有多大的差距呢 首先两者地位的不同 残暴虽然是浣熊师父的大弟子 但在翡翠宫中却没有一点话语权 因为就连浣熊师父也只是表面上的执行者 实际上的掌权者是乌龟大师 所以残暴始终是一个人在行动 没有其他小弟可以指挥 然而沈王爷却与残暴不同 虽然被自己的父母驱逐出凤凰城 但他却有一支完全孝忠于自己的军队 这权力可比残暴大多 并且以狼老大为首的军团还拥有不俗的战力 一开始在村庄抢夺铁矿资源的时候 就曾与阿宝武侠等人过招 虽然被打得节节败退 但狼老大依旧能够把大部分铁矿资源抢走 可以说沈王爷如果没有这支军队 那他将无法批量制造出火炮这门武器 而且除了敏捷为主的狼军团外 沈王爷还有力量类型的星星军团 他们在近距离的战斗力可以说远超狼军团 但在剧情中星星军团的主要作用 被沈王爷设定为火炮搬运者 残暴与沈王爷第二个差距是城府 在得知自己无法成为神龙大侠后 残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理智 直接闯入翡翠宫抢夺神龙秘籍 而不是选择隐忍潜伏 如果残暴拥有一点点城府 那他就不会出现在乌龟大师面前 抢夺秘籍的想法 因为乌龟大师的实力是翡翠宫最强的存在 连浣熊师父都不知道他的实力深浅 所以相较于残暴 沈王爷的城府可以说与对方拉开了一大截 尤其是在被自己父母赶出凤凰城的时候 沈王爷隐忍了30年才重新回到凤凰城 占据了这个地方 而且在战斗中也可以看出沈王爷极深的城府 在阿宝询问自己母亲的时候 沈王爷故意说出错误信息扰乱阿宝的情绪 然后在对方恍惚的瞬间使用火炮轰击对方 可以看到沈王爷非常擅长利用敌人弱点 而残暴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因为他并不懂得利用 可以让自己更快达到目的 第三个差距人格的魅力 残暴在一出场的时候 官方就给他渲染了大魔王的氛围 不但村民都迁徙离开故土 连天空都是阴沉昏暗的环境 给人的感觉残暴就是那种命死不屈的反派 但是在最后时刻却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残暴放弃了自己的尊严 流露出了非常恐惧的表情 而沈王爷即使到了最后一刻 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尊严 在性命与尊严面前 他选择了后手 拿起手中的武器继续与阿宝战斗 所以说沈王爷才是塑造最完美的反派 残暴与之相比相差甚远